今天焰花颱风的外围云系 为北部地区带来了明显的雨势 也因为如此新竹的山区 是出现了零星贪方的灾情 但还好都没有人员的伤亡 而随着颱风的北转 对我们的影响是不是已经降低了 把时间交给老外 是的 要外 这几天我们关注的 焰花颱风的动向 是牵动着大家的心情 从原本担心的最高程度 也就是颱风也会不会登陆 到现在台风北转之后 忧虑是降到了 这暴风圈会不会触碰到我们的陆地 感觉不那么担心了 这中间心情上的转变 也真的像做云霄飞车一样 至于目前台风的最新动态是如何 我们就从第一张的图卡来 带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 目前台风的一个状况 就目前来看台风的中心位置 目前还是距离我们台北东南东方的海面上 大约是300多公里的海面上 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石原岛 跟宫古岛的这附近 而目前台风的强度 还是维持一个中度台风的姿态 奇迹暴风半径 是维持200多公里 而目前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 是来到了每小时144公里 而且移动的速度是很稳定的 有稍微加快一些 来到了43公里 然后很稳定地朝着北北溪的方向来前进 之后就会越来越接近到 中国的浙江一旦 而就目前海上紧急的区域 依旧是以整个东半部的海面为主 也就是宜兰花莲跟台东的外海 当然目前也包括了 这个北部海面的这个区块 所以要提醒大家 虽然这个台风登陆的机会 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但是受到它环流的影响 沿海还是容易会有长浪的发生 所以要提醒我们在沿海地区的民众 尽量就不要靠近海边了 但是今天受到外围渔机的影响 很多地方都有降雨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图卡一起来看看 今天降雨的分布情形 从这张图可以清楚地看到 从早上开始一直到稍后时间8点的时候 主要的雨区会是落在我们的台湾头的部分 也就是宜兰 还有整个苗栗伊北的地方 是今天降雨比较多的地方 虽然中部地区也有雨势 但是跟北部地区相比明显是少了很多 但是从今天下半夜开始 一直到了明天的白天的时候 雨区还是会落在北部地区为主 但是这个雨量也会逐渐地扩大起来 而且算是非常大的 随着时间中部地区也会有明显的雨势 所以到时候不仅北部地区要注意降雨的情形 就连中部的山区也要多加注意了 所以目前对于降雨的情形 我们依旧要非常的警戒 至于目前台风的结构状况 我们再从下这样的卫星云围起来看看 所以目前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个台风也有逐渐地扩大 而且台风云气的结果 也有像南北还扩大的一个趋势 但是结构上还是蛮紧密的 强度也依旧是维持一个中度台风的姿态 只要这些外围云气少进来 就会为我们带来降雨 不过就目前来看 这个暴风圈要顾到我们的陆地 机会也相对来讲是少很多的 主要是这个台风已经开始北转了 而说到它的路径 我们再从下这样的图卡一起来看看 之后台风会怎么走 就图卡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今天台风的位置呢 就处在宜兰正东方的海外海 之后明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时间 台风的中心位置就会来到台北的东北方的海面 到了星期天的时候 这个台风就准备要登陆中国的浙江一带了 也会逐渐地远离我们 强度就会减落 虽然这个台风会逐渐地远离我们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台风进入到中国之后 会不会引起这个西南风 加重变成西南气流 原始的气象团队也会持续地为观众朋友 来做关注 这就是目前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 继续要把时间交还给亚外 而烟花台风的